实现转向埃及看到埃及前总统穆尔西17号在首都开罗去世 终年67岁 据埃及官方金字塔报网站报道称 穆尔西当天作为被告接受一起间谍案的审理时去世 穆尔西请求发言并获准法官的批准之后 此后他晕倒在法庭上并被送往医院 原因被心脏病发作 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2012年当选 埃及总统执政一年之后在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当中 被埃及军方解除职务 穆尔西下台之后 穆雄会被埃及当局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2017年的9月 埃及最高上诉法院已向卡塔尔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 判处穆尔西25年监禁且不得上诉